北科大是一个实作的学校 在理工上面琢磨相当的深 那么我们也感受到使用电量的压力 因此在未来的能源的控管以及节能上面 理所当然应该要在教育上面多所贡献 比如说在教室方面 我们现在都是由电脑来控制整个使用教室的一个空间 供电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宿舍这个地方里面 晚上的时候也会让大家能够提早来休息 那整个节电的一个方面就会非常的好 未来的能源也都会有一个缺少的一个状态 我们也认为这是我们符合我们教育的一个目标 除了节流以外 我们对于开源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多所琢磨 也希望我们的成果能够给大家来共享 用心做节能 简看一定程 我们都是节电行动家